中国球员混NBA江湖,学会不少小动作,杨明都成精了,人在江湖混,必须要有几下子功夫,都说NBA也是一个江湖,在NBA混江湖,除了篮球技术之外,恐怕也要学点拳打脚踢的功夫,挤靠,推拉,挥肘,顶膝,半腿,铲臂,坐臀。 中国球员在NBA混江湖,一样不能老实,据说巴特尔在NBA打球,就篮球技术而言,NBA那些眼睛朝上的教练真的没有看中巴特尔,不过巴特尔的身体,那些教练是很喜欢的,比赛激烈时,派巴特尔上场效果明显,至少可以打乱对方针脚。 一次巴特尔和奥尼尔对位,巴特尔硬是一把,将奥尼尔转翻在地,奥尼尔用眼睛翻了巴特尔一样,没有作声,奥尼尔也知道那家伙不好惹,于是奥尼尔就在地上翻滚,想骗一个哨。 巴特尔强悍是NBA众所周知的,姚明是一个老实人,但是在NBA打篮球,老是会没有球打的,于是姚明在教练的专门指导下,学会了很多小动作,在那些教练看来,这些小动作就是看家本领,没有这些,不好吃NBA这晚饭的。 姚明终于学会了挥肘,泰山压顶,顶西,推拿,终于姚明登陆NBA一年之后,下锅出现,开始索向披靡,巴特尔拉到奥尼尔,奥尼尔和巴特尔见把弩张,想爱大喊,别摸,杨杨,意见连这一招管用,姚明的撑干跳,姚明顶西,意见连这招厉害,劈头盖脑,意见连架胳膊, 姚明的撑山,意见连中国的二起腿,姚明大山压顶。